啊 那就 或者你們乾脆放在 隨身硬碟裡面也可以 隨身硬碟只是說 如果你要練習反正家裡的電腦應該不會不見 你就放一個捷徑在這裡就OK 那當然這個捷徑的話 你就把它打開來 確定是那個中文化 就沒有問題那首先 它開起來第一個會問你說 你的工作 Workspace它的那個什麼呢 工作區放哪裡 那這個所謂工作區特別注意 你不要亂放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說亂放下一次你都不知道 程式寫在哪邊去所以你就把它 瀏覽一下喔如果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放在那個低碟或者 你的隨身硬碟裡面 因為隨身碟 隨身碟喔我們之前有 測過會有一些些問題但是 隨身硬碟硬碟比較沒有問題 隨身碟因為它存取的速度 比較慢所以很容易就卡在那個地方 因為它讀寫要 很多小檔 之前有同學用隨身碟就卡很久 那隨身硬碟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硬碟一下就寫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如果你是隨身碟 不然你就先再低碟 再低碟然後再把它 摳到你隨身碟如果硬碟 就比較不會問題 那我們直接在這個地方喔 比如說在這個低碟底下好了 按一個確定工作區 建議你後面再加一個工作目錄 比如說再加一個Java好了 它就會在低碟裡面幫你建一個目錄 叫做Java那以後你的程式 你所寫的專案呢 通通會放在這個Java的目錄裡面 你就找得到了 這個動作要特別的注意喔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那你其實可以再到低碟底下去看 它應該會幫我們建立一個目錄 叫做Java的 這個就是它剛剛幫我們建立的 那打開來之後呢 預設會有一個空的一個目錄 叫做Metadata 這個Metadata裡面要記錄所有專案的一些 相關的比如log 還有一些相關的設定檔案都會在這裡面 OK那這個不要把它刪掉 刪掉的話我想將來這個工作區就毀掉了 可以特別注意 這個是你的工作區 我先把它關閉 那首先的話你進到那個Eclipse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一個 什麼歡迎使用啊 然後這邊有一些教學 不過裡面呢 因為中文化 不包含這些 所以你裡面即便它這邊有一些教學 你把它打開來 它還是英文的 還沒有人把它全部翻譯成中文的 所以其實真的要把這個Java會你就會學好 當然那個英語能力這樣很重要 因為最新的一些 資料都一滴手一定都是英文的 所以你還是要 這個這個把英文看好的話 想要把它學好的話 英文可能要很重要 OK那把這個先關閉 婚姻使用部分可以把它關掉 關掉之後呢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就是我們的開發的環境 開發環境 那裡面有哪些重點呢 我想各位要特別注意說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套件瀏覽器 一定是在這個區塊 一般習慣都會在這裡 然後中間就是我們撰寫程式的地方 然後這邊有一個什麼概要 還有這裡下有個什麼像問題 大概會有這樣的一個幾個區塊 那不過呢 如果說假如將來你不小心把它關閉了 比如說套件瀏覽器關閉了 那怎麼辦呢 其實你可以到視窗裡面去找一下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所謂的那個顯示 什麼呢 顯示示圖裡面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把套件瀏覽器叫出來的話 有沒有看到套件瀏覽器呢 有沒有顯示示圖裡面有沒有套件瀏覽器 就出來了 那如果說你不小心這些通通關掉了 有的同學都通通關掉了 程式就不知道怎麼寫了 其實沒有關係 視窗裡面我印象中它有什麼 重設事情 其實你就 假設說你將來環境都亂掉也沒有關係 你只要記得 視窗裡面有一個叫重設事情的 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回到什麼呢 最剛開始的那個環境 重設事情 按一個是 它就回到原來的樣子 所以這很重要 很多同學每次寫程式寫到一半 就找不到家找不到地方 不知道東西在哪裡 就是個問題 第一個 請各位先把以克力的開起來 然後到這個環境 接下來的話 一般我們要開始就是建立第一個專案 Java第一個專案 那第一個專案的話呢 程式碼 其實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地方 我們書上有一個 我的第一個Java程式 在二支 十六頁的地方 二支十六頁 不知道你們的那個版本 十二支十六 就是我的第一個Java程式 我的第一個Java程式 那這個第一個Java程式 我如果說在Eclipse要建立 要怎麼建立 首先的話呢 請各位在那個檔案裡面有個新建 那新建裡面呢 就會有個什麼 因為我們是要建立一個Java的專案 Java的專案 那在Eclipse如何建立Java專案呢 你把這個地方點下去 Java專案點下去之後 再來的話呢 專案名稱 名稱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取一個名稱好了 這個名稱的話 根據 我們就根據那個 這個這個 二支十六頁這邊 他給的名稱叫做 CH2 底線2 底線1 就是二支二支1 比如說這個名稱 CH2 記得是底線喔 千萬不要用DASH DASH在這個地方會產生錯誤 名稱不能用DASH 再來的話呢 JRE這地方 我們用預設就可以 就直接給他一個專案名稱就好了 那其他不需要修改 頂多是修改的地方就是說 有的時候預設是1.7啦 不過如果你要相容舊的版本 有時候就改為1.6會比較相容 不過這地方改不改 好像在這裡目前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OK 那主要是這個 專案名稱 然後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再來的話 就 這個地方直接按完成好了 他就自動幫我們完成 好 完成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在套件瀏覽器裡面 就會產生一個什麼 一個 新的專案 不過目前 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層次 完全沒有任何層次 那我們要怎麼樣在裡面增加這個 比如說在二支十六頁這個地方 有一個我的第一個 Java程式 我想第一個請各位先把 這個環境先確定 就是如果有就直接執行 如果沒有的話你就從 我剛剛講的那個 就192.168.1.10去當落這個 把它解出來 再來就是了解一下那個工作環境 如果你把它關閉之後 這邊有個重設市集 或者了解一下這邊有哪一些 畫面上面的東西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喔 謝謝